金正日总书记对他的这个问候 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回答 在回答这个记者关于是否与韩国政府官员进行这个会面或者会谈的时候呢 那么代表团的团长那个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几男的就回答说 那么这次来呢主要是为了这个这个悼念故人 但是为了这个朝鲜这个南北关系的改善和这个缓和呢 那么可以说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韩国政府方面的发言人呢在回答记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说 那么目前呢还没有这个调言团的成员与韩国政府方面这个进行会谈的计划 但是他是说如果要是这个代表团提出这方面的这个要求 那么朝鲜方面表示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可以从中看出呢朝鲜媒体也是这样分析 那么双方的话语里面都有留有了余地 那么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还可以看这个明天上午的情况 因为代表团是明天下午两点钟坐飞机回朝鲜 情况就是这样的老师林 好非常感谢维兵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电话来连线新华社平壤分社的记者张冰阳 看一看朝鲜方面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冰阳你好 主持人你好 朝鲜的媒体对这次的金大中的试事是怎么评价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去世之后呢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很快就发出了宴殿 对金大中的去世呢表示生气哀悼 并且高度评价说 金大中为实现民族和解和统一事业 所做出的贡献将与民族一起永世长存 今天金正日还派出以劳动党中央书记金济南为首的调研特使团 前往韩国首尔调研金大中 金济南呢是金正日的得力助手 几乎每次金正日视察工作呢他都陪在身边 由此可以看出来朝鲜对调研金大中的这个高度重视 朝鲜老百姓呢对金大中也非常熟悉 当年金大中在韩国开展民主化运动的时候呢 就得到朝鲜的坚决支持 尤其是金大中担任总统期间历史性的访问朝鲜 与金正日签署北南共同宣言 开创了朝韩和解合作的新时代 据朝鲜新报报道 在金大中逝世之后 庭壤市民呢都深表哀悼 并且常常回忆起他生前访问庭壤的情景 尤其是他与金正日签署宣言之后 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高高举过头顶的画面 更是让老百姓记忆犹新 与此同时呢 这个朝鲜对金大中的这个哀悼 并且呢派出特使团前往调宴 也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朝韩关系 朝鲜新报的一篇文章说呢 朝鲜的举动体现了朝鲜超越不同思想 政见谋求民族团结的政策 朝鲜以金大中逝世为袭击 再次表达了结束对抗改善关系的意愿 主持人 好 非常感谢 接下来我们回到演播室 请两位专家为我们做深入的解读 我们注意到呢 这次朝鲜派出的调宴团 媒体呢在报道的时候都说 这是高规格的调宴团 因为带队的是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济南 那么佩洋人你首先分析一下 就是说这次派金济南带队去韩国调宴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在里面 这里边